今天11节的感动时刻 带您一块来听好歌 客家歌手罗斯荣获得了金曲奖 最佳课语歌手大奖 不过他原本是诗人也是画家 40岁之后开始创作 两张专辑都获得了金曲奖的青睐 他的歌声很温暖 歌词看得见文化 也看得见他对社会的观察 温暖清亮的歌声能够抚慰人心 他是客家歌手罗斯荣 拿着吉他弹唱 他总能唱进粉丝的心坎里 不只歌声吸引人细细品味 他也把对土地人文的关怀 写进歌词里 罗斯荣用女性的角度观察社会 也为客家音乐注入与众不同的风格 那甚至我也很多的歌 从老山歌或是传统的一些小调 去做一种发展 当然我们生活在当代 我们也渴望能够融入到一种 当代的这种生活的一种气息 客家山歌字改编成歌曲 是苗栗客庄的童年记忆 而贴近自然的感动 更是他创作的能量 要让客家歌更贴近大家 原著名语 客语 台语 通通融入歌曲里 博斯荣年过四十才开始写歌 第一张专辑就入围金曲奖 最佳新人奖 第二张专辑更是获得了 最佳课语专辑 还有最佳课语歌手两项大奖 整张专辑都是他的创作 而专辑的封面跟插图 也不假他人之手 因为他还没有当歌手之前 史诗人也是画家 当然我渴望是透过自己的音乐 让更多的人去感受到 客家音乐 客家文化的那份美 虽然四十八岁才当新人 但是日经月累的生活经验 诗词 色彩的艺术熏陶 丰富了他的创作 也让他唱出生命的故事 客家山城里童年记忆回荡 四十寒暑依然鲜活 月染纸上 沉着音符的翅膀 迎唱感动时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